現在台北的老公什麼都好 真的 我們每天只上餐餐 然後早上是早餐跟中午的便當 我們吃的東西是 便當現下不好看的東西 因為漂亮的東西都要給老公 小孩子的便當裡面 所以我們是早上沒什麼時間 所以在廚房 站著 用手吃 你們心裡都不會覺得很不平衡嗎 對啊 沒有辛苦 好像仆人的感覺 你真的沒有覺得任何一點不公平 或是辛苦 你都不覺得這個家跟你 你不是家裡的一份子的感覺 因為很愛老公才結婚不是嗎 對 對 很愛很愛老公 你們家的好壞 不是出來的 難怪沒人嫁給你 老公是唯一 然後如果自己想要去工作 也要先問老公 為什麼 老公說 不行 那就不行 好 好 我們要加一 又要加一人是不是加一人 你喜歡吧 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 我覺得這樣子太黏我 太依賴我 我覺得我會 壓力太大了 因為有些老公 不希望讓老婆去上班 因為他好像是自己覺得 我賺的錢不夠嗎 的感覺 那有一點丟臉 那日本的女生 在婚姻裡面可以說不要嗎 不要 那個這是完善的 可以說不要 你不要說 講太深了 他現在 講太深了 我是為什麼可以說不要 我剛才太賞 比如說 他真的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說不要 等一下 太棒了 8點到12點不可以說不要 我是說你們可以投一個反對票 就譬如說叫你今天幾點叫去 他也說我不要 或是你在教小孩 然後他叫你說你應該要這樣教 你就說我不要 這種不要可以嗎 一定會聽 聽老婆說的 對 哇 神仙家庭 根本也今天聊完了就這樣 最高分 還要選嗎 最高分 而且我覺得日本女生最厲害 就是他們自己聽話 而且還會打扮自己 對 我覺得日本人上到老都會在意打扮的 而且是我們的打扮 是不是華麗那個性感造成的 我們是比較自老 你今天領口給我開到這裡 你說你沒有性感 還好啦 還好 今天是那個節目單位要求的 我們30歲開始就開始 不可以穿那個露胸露腿這種的衣服 所以30歲就這樣 40歲的時候 因為那個40歲女生的現在 那個開始比較有一點寬 對 所以我們穿寬鬆一點的衣服 然後50歲的時候 也是我們穿這種的 真的有多的日本風格 越來越寬鬆 越來越寬鬆 對 但還是有一點就是打扮跟設計在裡面 當下的時尚還是有餐長 那如果老公就是穿著邋遢 然後吵八怪 如果老公像這樣 不是 我也能自動穿著好不好 沒有老公穿著亂七八糟的 但是他還是很要求你 你會不會覺得為什麼 因為這是那個老婆要準備的 老公的衣服也是那老婆幫他那個 人家是世界冠軍的 艾瑞克沒有家 我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應該 兩方都要有自己的意見 就是自己購好自己的生活 我不是很喜歡讓人家 一直管我的事情 而且你們不覺得 吵架是一個生活樂趣嗎 對 偶爾是 而且是一個討論 抗爭是一種討論 我覺得可以討論說我喜歡穿什麼 可是我不想要你覺得我應該要穿什麼 我就幫我準備好 我覺得這樣子壓力太大 你為什麼 為什麼你說吵架是可以溝通嗎 因為我 所以我才發現到 如果有這樣子 這樣白衣白順的 我覺得在我生活當中 是另外一種感受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是想離婚的是不是 因為我是幾年 你就跟他女生的表情 但是你看胸部挺出來幹嘛 對 我這幾年 經常在吵架當中 我向往那種 安心無聲的日子 可以生很多煩惱 那個就是解懷惱的十年 對啊 沒辦法想怎麼樣炒頭髮都白了 目前現在日本分數不太高 好可怕 好 林辰 林辰 基本上男人有兩個角色 就是結婚以後的有兩個角色 一個角色就是皇帝 另外一個角色就是奴才 落差會不會太大了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就是 男人跟我們結婚之後 我可以把你寵成皇帝 我也可以把你訓成奴才 好黃的一句話 太太永遠都只有一個身分 那就是皇后 這個要解釋一下 像《甄嬛傳》裡面 那個皇太后 真的 這個要解釋一下 因為譬如說 談戀愛的時候是一面 談戀愛的時候 可能女生會打扮得很漂亮 很溫柔 然後對你很好 那結婚之後就會有變化 如果結婚之後 要像比如說 某一些男士一樣 可能生活就比較邋遢 然後回來喝醉久了之後 也不脫鞋不脫襪 就睡覺 然後也不洗澡就睡覺 那可能每天就會 就會把你像兒子一樣教育 那如果很多男生在結婚之後 也依然是非常的又帥 然後又沒有大度難 然後又打扮得自己打扮得很好 那我們也會就是跟著你們 就是一起進步 然後打扮得很好 打扮得很辣 然後可以在家裡 幫你做任何事情 比如說一日三餐 然後幫你雇小孩 還可以幫你賺錢 還有就是取決於 給你連用錢的多少 就是一般經濟大權 都掌握在太太的手裡 皇后的手裡 如果是當皇帝的話 人用錢就多一點 當奴才的話 可能就比較的辛苦一點了 這個我對中國女人 是有一點了解 因為我住過北京三年 那你在中國那天 請先交幾個女朋友 沒有 我要講一下就是 沒有啊 沒有回答 沒有 我要講一下 我們在這個公開場合 不可以說謊的 對 不能說謊所以我就不回答 沒有 我要講一下 因為中國有一個地方的女人 是我絕對不敢娶 東北嗎 四川 東北 為什麼東北 我有一個朋友娶了 東北的女人 她說 不是我們疼老婆 是實在打不過 東北這樣說 都是老婆打老公的 真的 真的真的 東北女生很漢 東北虎 但是安徽相對是南方 南方的女生我覺得 OK 比較溫柔 但你們不會想挑戰嗎 不會 挑戰不過 因為東北男生很高很壯 然後很肥 然後他可能背後的那個老婆 走出來之後 更足 他氣勢更足 真的假的 真的是怕 因為我們也覺得東北女生 但是雖然他們很那個 就是氣勢很足 但他們真的非常幽默 就是超幽默 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就覺得 很有男子氣概那種 對 就是 又很有男子氣概保護你 然後又很幽默 對 這麼優秀 對 超不錯 好 孟璇 今天是女神的打扮 大家 要結婚的笑容 都很像那種 蜜蜜蜜 對 兩杯要求 真的 你可以站起來讓我們看一下嗎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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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害羞嗎 你摸什麼 洪哥都流汗了 洪哥都流汗了 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的特色不是 打扮 是浪漫的熱情 對 因為我們義大利女生 不會因為結婚而失去浪漫 或者是放棄那個熱情 對 比如說我住在義大利的時候 我常常去朋友家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爸爸媽媽 雖然已經結婚了可能三十年 孩子都長大了 但是他們還是用腳彎的時候的綽號 就是稱呼彼此 我的愛 我的寶貝 之類 我覺得很感動 五六十歲還會互相叫我的寶貝 對 然後我覺得最好的例子是我阿嬤 因為雖然我阿公已經過世了 但是他有時候還是會把他的照片拿出來 然後在那邊感嘆說 我阿公好帥 這是你的好帥 這是你阿公 這是你爺爺 這是我阿公年輕的 好帥喔 對 跟我差不多耶 你要趕快結婚才能當阿公 你要趕快結婚才能當阿公 OK 沒關係 其實孟璇的側面跟阿公很像耶 你看 超像的 有耶 鼻子有點像 對 然後他說 就是因為之前我阿公常常出差 所以他會把他的照片放在那個 床邊的桌子 然後每天晚上 因為那時候沒有手機 然後如果你寫信或打電話 說不定也沒有辦法通 所以他每天晚上拿著他的照片說 老公晚安 我很愛你 然後親他一個然後才睡著 好浪漫喔 真的 我們的特色就是浪漫 真的 而且感覺你們好像會把我愛你 就掛在嘴邊 就覺得這個是日常的一句 我們覺得很重要 每次就是 說掰掰的時候 一定要說我愛你 不然如果下次我看不到你怎麼辦 我希望我最後說的一句話 就是我愛你 哇 太浪漫了